那对于这个问题咱们来看吧 我要做这样一个GMM模型啊 所以说首先呢 把我们的SKLEARN导进来 在SKLEARN当中啊 我们把它这个GMM给它导进来 然后呢 这个GMM啊 基本上是跟我们那个K-means算法是差不多的 K-means我们需要指定什么 需要指定多人的个数嘛 GMM模型我们需要指定什么 咱们上一节课在EM算法当中也说了 我们需要知道引电量的一个个数吧 你得先告诉我呀 你的一个数据当中 你的一个有几种不同的分布 然后我去求分布的一个参数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说啊 这个高斯混合模型 首先得告诉你 在底边啊 隐藏了几种高斯分布 在这里给它设成两种 就是说哎呀 我大概看了一下 我数据当中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高斯分布 在这一块我给它写了一个2 写了一个2之后啊 我们GMM点fit一下 相当于是 相当于是咱们进行一个迭代 迭代完之后啊 你可以预测一个值 因为咱们这个这样的模型啊 它比较特别 我们可以得到的就是说 对于一个样本 它属于某一个类别的一个概率值 比如说咱们之前说的 读长有两个类硬币 然后选择A硬币的概率 选择B硬币的一个概率值 这块呢 我们预测完之后啊 也是一个概率值 就是当前一个样本啊 属于第一个高斯模型的一个概率 以及第一个样本 属于第二个高斯模型的一个概率 我们来看它的一个结果值 这个结果值啊 是一个NDA的格式 然后在里边我们来看 对于每个样本来说 这一块它的一个点 是一个1763乘上一个2的 表示着1763个样本 每个样本它有两种的可能性 左边表着属于第一个类别 右边表着属于第二个类别 这里啊差异比较大 因为我们来看 这个E啊 它的负的很多四方了吧 所以说我们得到的结果值啊 它的一个概率相差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我们这个模型比较简单嘛 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 左边是一个类别 右边又是一个类别 那这块就是我在预测的时候 我可以predict一下 它的一个概率值 然后得出来它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就是想得到一个 我不想得到概率值 我只是想得到啊 它最终到底属于某一个类别的时候 怎么办呢 咱们把这个代码稍微转换一下 之前我们是predict一下 它的一个概率 现在呢直接predict一下 这回啊得什么 010101是吧 只有啊 它的一个类别的一个标签了 所以说这块啊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一个选择 你想预测概率值 在这块预测概率值 得到的是一个 Shape是样本数啊 乘上一个2的一个矩阵 然后呢如果说你想得到的是一个 就是一个label标签值 那直接点product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把一个结果啊 就是我的labels当中啊 就是这里我们来看 它不是有0和1吗 那这里啊 我就对我的0和1 分别画上不同的颜色 不就可以了吗 咱们来看 这块我画完的一个图 就是我巨类之后的一个结果 红色的是一个类别 这个紫色的啊 这个紫色可能看不太清 紫色的它又是一个类别 也就是说 现在呢我用我的GMI模型啊 做了这样一个巨类任务 巨类完之后啊 左边是一个红色点 右边是一个紫色点 把这两类点啊 给它分得开了 这个就是我GMI模型啊 它最终的一个结果 是长什么样子 用SK6啊 做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呢咱们再来看一下吧 现在不是说 你有两类点了吗 然后巨类完之后 相当于什么 巨类完之后 相当于是你打了一个标签 你给某些点 打上一个红色标签 给某些点 打上一个紫色的标签 那现在我就想看一下 红色的点 对应咱们这个是PC降维之后 的一个结果吧 那我其实想关注的就是 我降维完 建维之前 红色点的分布是什么样 降维之前 这个紫色点的分布 又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说 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 我用我的labels啊 做定位 然后做定位之后 找到我当前的这个数据 对于我当前的数据啊 我又给它还原回去啊 就是我没降维之前的一个结果 这个time还是24小时 然后这块就是 我的一个紫色的一个分布 这块就是我红色的一个分布 可以看出来啊 就是在这里 紫色的分布和红色的分布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高丝混合模型啊 就能够把这个紫色分布找出来 红色的分布找出来 紫色的啊 你就构成了这样一个紫色的分布点 红色的你就构成了一个红色分布的点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通过聚类完之后的一个结果 又反过头来看一下我的数据的分布到底该是长什么样子啊 这就是它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然后呢 在这里啊 给大家先看了一下 我们的一个GMM模型 它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 我们要来再看另外的一个东西啊 这个就相当于咱们完成了一个剧类的小任务啊 把我的一个数据啊 分成了一个东边的和一个西边的啊 就是要做这样一个GMM剧类的问题 然后呢 咱们再来对比一个东西吧 就是 咱们拿什么对比 这个GMM啊 它跟K-means是比较像的吧 因为K-means需要你指定你要给它剧成K个堆 那这个GMM啊 当时你需要指定啊 咱们有K一个初始的一个概率值吧 所以说啊 咱们来看一下 我的K-means和我GMM啊 在剧类上 它的一个差异是长什么样子 首先呢 我通过SK-Learn啊 当中的这个DataSite啊 我们可以自己的去做咱们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我现在想随便做一个 有四个中心 然后做这么四堆的数据啊 比较简单的一个数据值 做完数据啊 就是这些蓝色点啊 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 大概它是呈现出来了四个堆 然后呢 我要分别要用这个K-means和咱们的GMM啊 分别做剧类 看一下它的结果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 首先呢 我用这个K-means做剧类啊 K-means就是在SK-Learn当中的cluster当中 我import一下这个K-means就可以了 基本上一个参数就够了 就是我们的Ncluster 相当于是K值的个数 咱们设置成一个4 然后设置完之后呢 我去训练一下啊 然后去预测一下 我的每一个值 它的一个类别是等于什么的 预测完之后啊 然后在这里 我就把它的一个结果给它画出来 就是把我的一个X值 和我的一个Y值画出来 C是什么 这个K-means是什么 这个K-means是它的一个标签值吧 标签值 我们负以不同的颜色 所以说这个C等于YK-means 相当于是 给不同预测出来的一个标签 画上了不同的一个颜色 然后看一下我的一个结果吧 很清晰的就可以看到 当前这个任务啊 比较简单啊 把我的一个原始数据 举成了四堆 分别用四种啊 不同的颜色点 给它表示出来了 这个是我的一个K-means 一个结果 那我再来看一下 我的GMM啊 对于这么简单的一个数据 剧类完的一个效果 是长什么样子呢 其实啊 还是很简单啊 就是在这里 就是参数不同啊 就是在这里 我是一个N个啊 咱们的一个组件 是等于四个的 也相当于是 指定咱们的数据当中啊 是有四种不同的分布 然后.fit一下 再.product一下 把我的一个值画出来 其实啊 可以看啊 基本上都是完全类似啊 区类结果 基本上它都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啊 我这个GMM和K-means啊 在这样一个比较规整的 就是比较规范的一个数据集上 它区类完的一个结果啊 基本上差不太多吧 没啥区别 那是不是说我这个GMM和K-means 基本上就差不多呢 咱们再来看 把我这个数据啊 稍微的做一个改变啊 咱们现在来看啊 就是说 你这个数据我没画 咱们现在就是 当我把这个数据 重新的做一个改变 就是右边的这个样子 就是有一两多数据啊 可能有一些缠绕在一起了啊 就是有一些重合的一些部分 那不是说重合吧 就是你挨着比较近 就是 其实可以看啊 就是说 我本想是上面是一个颜色 下面是硬实 又是另外一种颜色吧 就是我的数据啊 有两村挨的比较近 那这个时候 当我用K-means 再去做的时候 它是什么样呢 咱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果 上面就是我造的这个数据 然后呢 我还是指定一个Ncluster 等于4 RandomState 相当于是让咱们每次的一个 初始的一个随机点都是一致的啊 为了方便大家进行一个复线 指定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 点Fit一下 点Protect一下 把这个数据画出来 这就是一个结果 其实我想要什么 我想要的就是 对于左上角这两堆 我希望上面是一堆 下面是一堆 而不是左边是一堆 右边是一堆 我是希望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K-means好像来说 没有把我这样上下两堆 给它分的开 为什么 因为K-means啊 是基于距离的一个具类 而不是基于它的自身内部的一个 像是高次分布进行一个具类 它跟咱们的GMM啊 是完全两码事 因为在计算的时候啊 他们使用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看一下就是 同样的数据啊 我用我的一个GMM 能不能算出来呢 我们来看 用我的GMM建模啊 之前的一个东西啊 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的一个结果呢 上面是一个紫色的 下面是一个绿色的 也就是说 这两类点会根据它分布的不同 给它分的开 K-means没有分开吧 K-means它们在这块 它没有分开 但是呢 我们的GMM却能够分开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的一个数据啊 它内部是有多个类别 然后每个类别呢 呈现的分布又是各不相同的 这个时候啊 我们最好就可以使用 我们的GMM方法进行一个具类了 GMM啊 在具类当中 它的一个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尤其是啊 在影片量啊 有一些影片量 作为一些影响的时候 然后不同影片量之间啊 它的分布 还有一些差异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GMM剧类啊 要比K-means好得多啊 这个就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我们的一个GMM啊 它的一个啊 基本使用方法 以及呢 它的一个效果 是长什么样子的 是长什么样子的